有一大片茂密的大森林 住着一个年老的猴子 这个猴子总认为自己拥有着神奇的法力 有一天一个城里的人在林子里迷了路 遇到了这个老猴子 老猴子答应带他走出森林 老猴子说 我带你走出森林 但是你必须要屈服于我 我才能帮你 老猴子提出了条件 这时候似乎老猴子有法力 那个城里人居然心甘情愿 当起他的奴隶 每天任凭这个老猴 指使他骑在他的脖子上消遣于乐 指东到西 后来林子里来了一群猎人 当猎人们看到一群猴子 竟然骑在人的身上的时候 他们惊呆了 猎人捉住了猴子 把他和那个人一起带到了城里 那个人回家了 猴子被送进了动物园 那个人回到城里之后 马上就觉得猴子的法力 对他再也不起作用了 他经常去动物园 看看那个老猴子 发现那个猴子看见他之后 就冲他发怒 也不过朝他挥挥手拳头而已 扔个香蕉皮什么的 可是一点用都没有 这个故事告诉大家 生活中 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 在所难免 但如果我们遇到困难 就去求别人 把摆脱困难的希望 都寄托在外面的环境上 你就难免被别人控制 失去自我和尊严 所以有的人 为了一点钱和名和力 拼命地去做着自己 都不愿意做的事情 很多人为了自己 能够得到名牌 不惜伤害父母给自己的肉体 有些人为了得到一些名 不惜下跪于那些 无知的伤害过他的人 所以我们学佛人要有骨气 无欲自然 心如水 没有欲望的人 那是一个有人格的人 一个人不去求别人 就没有别人可以控制你 所以不去求别人 求自己 那才叫真正的拜佛呀 所以中国禅文化讲 生就是苦 人生就是生离死别 苦空无常 所以要广众善缘 生命是以生老病死 轮回交替 没有永恒的 所以以苦为乐 因为苦我们才知道珍惜 因为苦我们才知道要修心 所以能够知道修心的人 才会拥有佛的境界 寡欲才能清心 乐天之命 无所求 一生求佛上西方啊 很多人吃苦的时候 经常在想 为什么我在人间吃这么多的苦啊 为什么我要这么累啊 台长告诉你们 吃苦消夜有两种方法 一种用你的肉体不断的去吃苦 再还债 还有一种就是念经许愿放生 来转换自己的恶因和恶业 所以佛法讲 吃苦就是消夜 吃苦越多 消夜越快 就像我们身体不好 你今天动手术很苦 但是动完了 你就好了 苦尽甘来 学佛人要有福会双修 先修福 福从哪里来 帮助别人 别人帮助你 你就有福了 会从哪里来 好好的学佛 懂得菩萨的智慧 会造药我们的人生啊 맞아요 未经许愿者 ー 忍状 努力 证换